究竟月餅味道可以有多出位呢? 先問問別人想試什麼味道的月餅 應該就是薑蔥味的月餅 我想試木味的月餅 龍蝦、魚、海鮮味的月餅 看來他們想像力挺豐富 海鮮味就沒有了 爆炸糖月餅夠爆味 連爆炸糖也不夠特別 還有名廚隨緣自家製的白甲蛋月餅 不過一次再切 才找到這麼小粒的白甲蛋黃 至於聖巴克月餅包裝漂亮之餘 味道也挺特別 海鹽焦糖麻薯味 裡面真的有塊麻薯 不過吃不到鹹或者甜味 只有很濃的朱古力味 托利弗耶的月餅病盒裡 有四種不同口味 最特別的就是開心果月餅 放上碟之後 外形像蛋糕多個月餅 Kagen Dice的九星影院 中間的大月餅就用鮮人掌容 紅桑梓蓉 和香檳醋製成 酸酸甜甜 特別得來 也挺開胃 Luna Cake的兩層芝士蛋糕 香濃又滑 特別推介雙莉厚味 兩種酸甜到不同的梅子 酸中但甜 不會過來 吃完也不會太有罪咎感 本地生肌素食廚房 Kies of Green 推出窩夫月餅禮盒 所有月餅 都是在42度低溫之下制成 天然有機無添加之外 還見到一粒粒材料在月餅表面 最適合就是健康飲食的支持者